超向动作整齐划一 眼神直视前方 这就是国庆大典上表演的海军仪队 变换队形默契十足 每个踏步都精准落在节拍上 展现十足朝气 仪队中这位皮肤有黑身材高大挺拔的士兵 叫做红诗豪 为了圆梦决定签下支援翼 重拾操枪 当初也是海军仪队退伍 因为受伤的关系 然后没有办法参与到百年国庆准备的期间 然后自己去加强自己的体能 比如说跑步 然后扶地挺身跟仰卧起坐 也许是当初的不甘心 让红诗豪从军后更加努力 套着日以继夜的练习 或者长官肯定 终于让他站上国庆大典的舞台 我一平均说 我是从一个不会超强的人 拿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过程 我一点一滴爬上来的过程 就是说得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说真的很感动 这么荣耀 红诗豪说要献给住在花莲的家人 送给我老婆 让老婆也是很开心 这样子得到的东西 所以让他看到爸爸最帅的样子 虽然与家人分隔两地 但红诗豪在军中并不会感到孤单 平时和同胞的相处 就像亲兄弟一样 谢谢谢谢 私底下仪队的弟兄 就像一般人一样 聊聊八卦 讨论放假要去哪里玩 给外界震惊严肃的海军仪队 私底下的他们 就像邻家大南海一样 连以前光鲜亮丽的仪队 为了这份荣耀 背后不知道付出多少 汗水与泪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